裡面都是水了 對啊 都是水啊 泥水全員進駐家 黨也擋不住 許多家電全都泡在水裡 不只美濃 田療區更踩 水深逼近一層樓高 誰也沒想到 凱米來襲一夜之間 高雄直接成了水之都 24號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列出了抑制災區 分別在六龜 甲仙 茂林 還有納馬夏 都集中在山區 而西鄉署根運機構 是單日累積雨量 山區大約一千毫米 平地則是九百毫米雨量 但25號光是茂林區 累積校下五點 就已經破一千四百毫米 被質疑是否錯估雨量情勢 這山區都比原來 預估的還要多非常多 所以我們其實市區裡面 非常多的這個排水 都已經達到滿水位 那這個滿水位 也造成很多的議題現象 所以這次的淹水狀況 會比較嚴重 甚至有些區域 是超過兩百年的充限期 堪稱是兩百年一件的超大雨量 因為回顧歷史記錄 民國九十年的七一一水災 台美颱風連續三小時 降下了三百二十九毫米雨量 在當時稱是百年一件 而九八年的八八水災 莫拉克颱風造成小林村滅村慘況 當時桃園區的單日降雨量 破一千三百毫米 而這回的凱米颱風 光是茂林區單日降雨就破紀錄 超越七一一跟八八風災 而且大雨還不止下在山區 這個我們會檢討 因為現在極端氣候會遇到的問題 跟過去不太一樣 例如說有些是公園用地 我們會去考量 去再去披薦適當的製紅池 除了驚人的雨量之外 又是逢大潮 讓高雄從沿海到山區 都出現積淹水 儘管水利局在颱風來之前 已經排空城市25座的製紅池 但490萬噸的製紅料 在一天幾乎全滿 碰上極端氣候 過去的防洪標準 恐怕得逐一檢視調整 TV的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